佛陀初次讲经一巡之身说于世界 距今大约2500年前 佛陀出生于印度中部的加皮罗魏国 其父魏氏家族的晋饭王 其母为摩耶王妃 其名为西达多 长大后 16岁时与美丽的王族女爷舒陀罗结婚 在王宫中 她每天享受着物质极大丰富的娱乐生活 然后当她儿 19岁时突然面对人类的苦时 她舍弃了刚刚出生的儿子罗侯罗 舍弃了妻子和王国 在阿努摩河边出家 在此后的大约六年中 她经历了无数的修行和苦行 最先跟随禅定者阿罗罗加兰 后跟随与陀罗摩子修行 但是因为未能获得罪中的智慧 因此离开二人 从此进入了止息禅 断食等苦行生活 然后仍然未能获得智慧 于是又将此舍弃 35岁时 佛陀在加烟尼 连禅河边的菩提树下 静坐成道 参透了四圣地 八正道 中道之法 觉悟了缘起之法 确立了菩提之志 佛陀在菩提加烟悟道后 决定开始宣传自己的学说 她首先想到的是 阿罗罗加兰和玉陀罗摩子二位大仙 当她知道两人已经去世后 就开始向波罗奈的陆月院出发 准备去找曾经跟随自己 过着苦行生活的五个随从 佛陀出家修行后 加皮罗魏国的国师派乔晨儒 拔提 拔波 摩河南 阿说氏等 五人与佛陀一起出家修行 并照顾她的生活 在佛陀修苦行的六年当中 五人始终追随佛陀左右 后来佛陀放弃苦行 接受牧女的供养正常饮食 五人误以为佛陀已经入气 修到了 就一起离开她来到陆月院的丛林中 继续苦修 陆月院是古代帝王养路的地方 大力有个苦行林 听说佛陀抵达陆月院时 乔晨儒等五人曾商量好不再理睬佛陀 因为她已不再苦修 不值得尊敬 而当佛陀开始他们说 一个修 道者能不能体悟真理 其关键不在于苦行 同时也不再纵欲的乐行 苦乐的二边都不是得到的真音 乔晨儒等五人听了佛陀的说法 心悦成福一起皈依佛门 此次 佛陀在陆月院住了三个月 这是释迦牟尼第一次说法 佛教史称之为 出转法轮 从此 佛陀从陆月院开始注视说法 凡蒋经三百余会 画度弟子数千人 佛陀出转法轮后的情景 在转法轮经中已有神话描写 地上诸神呼喊道 在波罗奈城 先人堕出陆月院 世尊已经转动无上法轮 任何沙门或婆罗 门 任何天神 摩罗或梵天 任何世上之人 都无法逆转 自大天王听到地上诸神的呼喊 发出同样的呼喊 随即 天上所有天神发出同样的呼喊 直到梵天界大千世界震动大放光明 而在巴黎与三藏之后的佛典中 对佛陀出转法轮的事迹 也增添了一些神话描写 在佛陀前往陆月院的图中 大士和神通游戏还写到龙王善剑邀请佛陀留宿 供奉饮食 佛陀到达恒河 无钱复度费便施展神通 腾空越过恒河 佛陀为五位比丘出转法轮时 地上涌出七宝座位 供他盘坐说法 佛陀坐上法座 大放光明 明亮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以六种方式震动 显现十八种吉兆 东西南北四维上下 十万无数菩萨 地是天 梵天和所有天神 都来鼎以佛族 聆听说法